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是保护关节的一个手段 轻度上它对关节有一种好的保护作用 另外呼吸对关节有一种保暖作用 它既起到保护关节又达到保暖的作用 另外第三种还有一种什么 限制关节运动幅度的问题 一旦运动幅度大了压上了 它就根本活动不了了 起到无形当中限制关节运动幅度的作用 所以经常你看各种运动员 包括打球的旺关节的西关节 都带着呼吸活这些东西 至少它起到保护作用了 也起到保暖作用 这一般临床比较提倡 咱们也经常跟患者说 回去的时候带呼吸带半年 另外关节当中除了皮肤就是骨骼 肌肉组织很少 它对关节有个最薄弱点 风一打就透 所以它有带上呼吸 起码有个迎面风能遮挡的作用 就像汽车有个防寒门帘的作用 对引体关节的损害明显减 所以各关节带上呼吸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就像这样子的 manufacturing 说明了 我来说明了 请 mov用 到监察 他在发表 一路 一路 这路 感谢观看